最近在武汉啊 很多市民一出门就表示 这马路上 这怎么弥漫了一股股 又怀孕的味道啊 武昌的友谊大道两旁 种植了很多一种 开满了小白花的石南树 而这个石南花里面的 精氨酸和外界的空气一接触啊 就会发出一种 类似精子的味道 生命的延续力 看来这是一棵公树 每当这时啊 必有专家会出场 对不对 有一位就说了 这个树啊 能够净化空气 还能抗毒废话 绝大部分的树 都是这个功能的 他还明确的指出 这个树是不会让人怀孕的 甘肃最近 没有历史性时刻了啊 当时不断的出现巅峰时刻 耗资87亿元的甘肃天定高速公路 从2011年9月通车开始呢 就不断被人投诉 说路面坑挖不平 哎 这个不仅如此啊 每隔10米 地上能出一个洞 在这条路上开车呀 有一种老鼠回家的感觉 时隔一年 从这个月初开始 这个地动路啊 又出现了15处地基沉降 哎 这个趋了拐弯的 甘肃交通厅的负责人说了 哎 这个是黄土地上 雨水太大造成的 我个人觉得 跟你们没关系 纯粹是路名不好 天定 定 这个字 在我的家乡 是屁股的意思 你瞅这个路 它太像个屁股了 路基沉降 起起伏伏 时不时还有个洞 哎呀 太像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著名的 后现代主义作品 杨明滩点大桥 滚藏编号 特字2012号 相信驻足在这里 已经被它的视觉效果 深深的震撼了 这一大型户外作品 采用了钢筋 水泥 木条 木棍 编织袋 鹅乱石等原材料 用一年半的时间 打造而成 它继承了20世纪初 打打主义流派的灵魂 有着清醒非理性的状态 充满了愤世忌俗的幻灭感 而它对材料的选取 和焊接安排的随意性 也充分融入了法国解构主义大师 德西达的精髓 张扬着没有中心 没有固定态 没有结构的哲学思想 卡尔滨 杨明滩 大桥 这个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了 大桥策划 全都是因为那几辆车 超载 我现在严重怀疑 这事其实是大卡车轮胎的软性广告 真结实 近五年来的踏桥事故 从来都没有质量问题 而超载问题 学过物理的朋友都应该明白 归根到底它还是地球引力的问题 都怪你 我才是你 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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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的桥又塌了 正如它光光的来 它光光的颤抖 做别那天的超载 那桥中的杂道 是夕阳下的柜子手 波广里的火车 在桥墩上方侧溜 小河旁的布条 软软的给水泥撑腰 在修桥的材料里 它还缺五六块儿硅胶 那哒哒下的一段 不是水泥 是豆腐渣 流水在编织袋里 滋养着硕术般的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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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什么 捧一把钞票 向危险更危处报钞 满载各种项路 在修桥布路中大笑 但它不如大言 修桥是行动的号角 只剑也未瞧沉默 把沉默是每年的围桥 匆匆地瞧右它们 正如它匆匆地来 我松一松裤腰带 再来碗过桥米线 在伦敦奥运会到几时 一百天之际 伦敦发布了本季奥运会的口号 叫做inspire a generation 中文叫激励一代人 我喜欢这句话 就有这种自由派的状态 激励它就是点了泡碾子 你这二踢脚往哪飞 那是你自己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梦想 回忆一下08年 什么口号 one world one dream 翻译叫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说实话 我不喜欢这翻译 没有中国特色 one world one dream 的中国特色翻译 这应该是统一思想 一统江湖 就在末日来临之前 就在本节目开播两年之际 我们终于喜庆地迎来了广告赞助 各位看 我把广告费都带来了 真棒 这多大一笔钱 我把这一笔钱拿 哎呀 Oh my god My god My god 真的是My god 同志们 切膏 切膏啊 这么大的一块切膏 别说赞助我们一档节目 这放在央视也是飙王啊 好 本节目下期将正式改名 目前节目组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 不确定是叫切切百老汇 还是叫青青高老庄呢 我们公司的财务也跟我说了 是吧 败一块就是我这辈子的工资啊 说真的啊 其实这块切膏 是我们的同事小菜菜 孤胆闯深圳 给我们买回来的太火了 是吧 小菜菜 我们 也会永远记得它的 切大糕咧 小时候一听到切膏的声音 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一年卖出的切膏连起来 可以绕地球两圈 素费坦力切膏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Just切 it 切膏最好可不要贪大哟 北京星星肿瘤医院 切掉的不只是膏 切切更健康 无论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失去切膏 世界将会怎样 切 搞搞搞搞 哎 你的切膏 不 是你的切膏 一大大五堂切膏 I'm loving it 最近上映的两部电影 喝碎党的嘛 王的盛宴和1942 都和吃有关 前者讲的是 项羽请刘邦吃切膏 项庄刚想切 刘邦一摸兜 钱不够 赶紧溜吧 1942说的是 油钱都吃不上切膏的故事 接下来 还有大片 是星爷的 叫西游祥磨片 说的是 唐僧和三个徒弟 去西天 取切膏 回来的路上呢 做了一个老乌龟过河 五千多斤的切膏啊 给老乌龟给压沉了 这时候才发现 哎呀 我们怎么取了一些 没有国谱的切膏呢 这是假的 又折回去 被人宰了一刀 才取到了真切膏啊 最后啊 我给大家变个魔术 这顶啊 就是北方冬天 必备的大皮帽 是不是 魔术开始 戴上 那就是艾斯基魔人 注意了 注意了 hold住全场 一秒钟 变杨紫荣 今日同音 贾多报 再变啊 一秒钟 变小鬼子 对于帽子 各国是有各国的文化特点 如果你看见 一群戴帽子的英国人 围在一起 那是贵族聚会 如果你看见 一群戴帽子的中国人 围在一起 那是旅行团上路 被我们毁掉的 岂止是帽子 礼服和旗袍 被服务员毁了 西服 被保安毁了 女明星 被当官的毁了 当官的被微博毁了 微博 被小秘书毁了 没有小秘书 他早就被毁了 幸福啊 这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理想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幸福 幸福是莫言 幸福是莫听 幸福是莫看 幸福是隔壁家的老王 幸福是人家的老婆 幸福是邻居家的孩子 幸福是个抓不着的东西 其实幸福 就是你的影子 你不要抓 他会一直陪着你的 咱们下周见 人生 它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 各行各业 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美女私房菜 以后你还没法恩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